Hello 我是Dories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因為最近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抽到加拿大的打工度假簽證 那因為這個朋友他是想要移民 就是他想要留在加拿大的 所以他就跟我說因為他只有一年的工作簽證 他很擔心就是如果他在找找工作啊 會累積不到一年的工作時長 然後就沒辦法申請Express Entry 我有其他朋友是類似的經驗 就是他們也是一樣抽到加拿大打工度假簽證 他們後來申請移民方式就是慢省省提名 然後他是屬於技術工人類別 那這個移民方式之所以會對於這種 只有一年工作簽證的人有幫助 是因為他針對某一些行業 他只要求你工作六個月 你就可以申請省提名 那只要你省提名開始申請之後 你可以走移民的程序順利研工簽 你就不需要再透過雇主去申請LMIA 因為那個過程會比較複雜 今天主要就想跟大家講 這個只要在慢省工作六個月 就可以申請省提名的技術工人移民項目 他的申請條件是如何 那要走這個六個月工作就申請省提名 當然第一個條件就是 你必須人是在慢省工作 因為他是省提名嘛 所以其實就是由慢省的省政府 去跟聯邦政府提名你 就是說你是他們想要的人 所以他們想要把你留在加拿大 才可以幫你辦你後續的移民的流程嘛 所以你人必須要在慢省 那第二點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全職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其實不是隨便的工作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在六個月就去申請慢省的省提名的話 你的工作必須要是慢省他們有一個清單 叫做緊缺職業的列表 那你的職業必須要是在列表上面的其中一樣 其實這個職業類表 他所涵蓋的工作就是各個領域都有 有廚師啊 有行政助理啊 有工程師啊 金融分析師 這些都有在列表上面 我會把這個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需要注意一點就是 這個工作必須要是全職的 所以如果假如你今天是那種短期工 或者是說你是幫人家賣東西 然後是抽佣金的那種工作 也是不行的 這個工作他並沒有要求 需要跟你過去所學要相關 因為我朋友他是學語言的 那他就有點擔心 因為他後來雖然說自己轉職 做工程相關的工作 他就怕就是如果他來這邊 找到工作是工程師 那會不會說他的大學 不是學工程會不會有關係 那慢省的這個技術工人的移民類別 是沒有要求你所學 必須要跟你的專業相關 而且他也沒有要求你必須要是 有慢省這邊的學歷 雖然說你有慢省學歷 你在找工作的時候一定是有幫助 因為你有當地的人脈 然後你可能對這個城市比較熟悉 但其實這個移民項目是沒有要求你 需要在慢省有學歷 而且如果假如你今天你是有加拿大 其他省份的學歷 例如你可能是在溫哥華或多倫多念過書 其實對你來講是比較不利的 即便你是緊缺職業上面的工作 像是工程師 一般其他人可能從海外來的 或者是慢省當地的畢業生 可能只要工作六個月 他就可以申請這個移民的類別 但是如果你在溫哥華或多倫多 有念過大學你過來 因為你跟外省就跟別的省份 有比較強比較緊密的聯繫 那你的工作時間要求就會 從六個月延長到十二個月了 最後一點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關於語言的要求 加拿大這邊很多的移民項目 對於語言都是有要求的 那慢省緊缺職業列表上面的工作 也都有最低的語言要求 但是這個語言要求 其實是比像是走express entry的要求來的低 像以我個人的工作來說 我的工作是financial analyst 那這個工作如果你想要走express entry 去做移民的申請的話 因為這個工種是NACA級別的 關於那個NAC的說明 我之前有做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如果是NACA的話 其實我的語言 就是英文必須要是CLB7 最低要CLB7 也就是雅思六分才可以申請 但是如果今天你走的是慢省的這個省提名 他上面大家從那個清單上面可以看到 他的語言最低要求 就這個就是financial analyst 這個工作的話 他是CLB5 所以也就是大概雅思五分 所以他的語言要求其實是比較低的 那就希望今天講的這些資訊可以給 一樣是可能拿一年公簽 然後時間很趕的朋友們 如果想要移民的話可以作為參考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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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